人員辦理業務都仔細核對 尤其是點超時 兩眼盯著看完全不敢鬆懈 不過現在高雄鳳山有某間郵局 遭民眾投訴十萬元 不一而非 事發在上個月底 當時一名陳小姐準備會 一百三十八萬兩千元的款項給車行 由於當時接近下班時間 郵局人員請他先填單 他邊進行點超 因為太專心了 為全程盯著看 結果最後被告知少了十萬元 甚至還被質疑 是不是少帶錢 我們通常會跟他進行做 至少是紮數的確認 當下還願有少的這個動作 當下要求調閱畫面遭拒 讓陳小姐越想越不對 剛從銀行領出來的錢 怎麼會少了十萬元 最後在警方的陪同之下前往 看到監視器畫面後 才還原真相 原來是點超的過程 整捆十萬線超掉到地上 以四位注意到 被郵局人員踢進桌子底下 回頭去問他說 你有沒有帶身份證 真的是沒辦法去注意到說 好像有踢到什麼東西 這個部分是我們確實有疏失 相關的注意事項 我們已經有發函跟他就證 也會淚入我們的考核 之後一定會再援以教育 年資七年的郵局人員 因為玉嬰劉婷剛重返工作崗位 結果卻發生了爭議事件 恐怕有了這次經驗 除了得更加小心處理手上業務 面對客人的態度也得有所改變 華日新聞人員林廷楊林玉哲抽選手 高雄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